也以下日到文化中心来欣赏 英文展览跟避暑也是不错的选择 像是丰园区的湖顿化中心 最近就与新北势力英哥陶瓷博物馆合作 规划了经典风貌 国际当代陶艺终点展览 展出了日韩欧美等15国陶艺家 竞赛得奖作品 让民众不用出国 也能欣赏到国外的艺术创作 曲名为舞者的陶艺品 简约的线条及基底纹路展现了生命能量 而这件作品是来自纽西兰 另外一件的女妖 栩栩如生的粉嫩肤色 彰显出了古典希腊神话当中 海妖的风雨及妩媚 而这件作品是来自美国 这些都是国陶艺家竞赛的得奖作品 那这个造型真的是非常特别 好像就是你要正在呼喊 不断地呼喊我们这一传言 那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就是说 这个女妖她的造型虽然是这样 可是你如果仔细来观赏的时候 她的头颈部的部分 其实是可以分开的 其实她是一个茶壶的壶 然后她的手部的部分 她的手的手掌的部分又有 有那个洞可以把我们的茶水可以倒出来 延续管机交流 台中市湖顿化中心最近就与新北市立英歌陶瓷博物馆合作 规划了经典风貌国际当代陶岩中茂展览 展出了日韩欧美等15国陶艺家 竞赛得奖的作品也将近有40件 我们台湾的艺术家的作品 她可能会比较 有一些呈现是比较传统一些经典的部分 当然她也会表现生活上一个层面 但是我看到国际上艺术家的作品 她是比较自由奔放的 她所出来的一个创意造型是有比较不一样的 在饱满杯体 杰胡的身上粘贴螺丝配件 造型有趣 还有在石器当中装着铁钉铁条等五金 意味着生活艰辛 而这些作品表现都相当精彩 民众不用出国走进葫芦顿化中心 也能欣赏到这些国际级的作品 来增加艺文水准 同时也能在下坠消暑 记者邻家话台中采访不到